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哦 儿子 你太厉害了 你才在公司做了三个月 既然公司就让 那个老板就把那个他位置让给你 你是怎么做到的 你做了什么大的啊计划吗 然后这个时候小明就跟他妈妈说 哦 没有啊 我就今天早上我去了公司 然后啊 老板就这样对我说 哎 你这个年轻人 来来来 你每天都在看着我的遗址啊 今天刚好公司来了个新屁的沙发遗址 这个我旧的遗址 你拿去用吧 这时候小明的妈妈就出现了这个表情 你喜欢这个 我每一期的这个小故事呢 请记得分享 如果你觉得你还有比我更好听的小故事呢 请记得把你的那个好听的故事发到我以下的这个网址呢 然后我就会发这个信息给大家 跟大家分享 谢谢哦 哎 记得记得 请订阅和分享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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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划 订阅 订阅